那要做这么样一个事儿啊 我们该怎么去做呢 咱们这个就是跟机器学习啊 它的一个常规套路是一样的 我们的一个常规套路是什么样 我们只需要定义一个损失函数 就是我有一个优化的目标 然后朝着这样的一个优化目标啊 去求解咱们的一个结果去优化 不就可以了吗 这个就是我的一个 这块就给大家说了一下 我们还有这样的一个目标函数 那这个损失函数啊 我们该怎么样定义呢 一方面我们要让我的一个判别器能力更强 另一方面呢 我要让我的一个生成器啊 它的一个结果是更真的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一下 我的一个流程是长什么样子的 这块还是先把我所需要的库啊 一步一步的给它导进来啊 我们import一下TensorFlow STF 然后南派啊 这个派口啊 是我就是 就是把我一个 我的一个结果就是保存到本地的一个库 这个是之后大家可能比较常用的 MailPlot是我的一个画图库 然后呢 导入我的一个数据的时候啊 我们来看 我们还是用之前这个数据啊 然后我在我这个最新版本当中啊 用这个imput data的时候啊 发现也是没有问题的 大家直接把这样代码拿过来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的mini的书籍啊 给它给它拿过来啊 这块就说了一下 我把mini的书籍给它加进来了 然后来看一下我的一个网络架构吧 嗯 一会儿啊 咱们代码就要围绕着我的这个网络带 网络架构去写了 嗯 我有这样的一个输入层 就是我的一个输入层 就是我代生成的一个图像 我代生成的图像啊 其实啊 它就是一个噪音图像 代生成的图像是个噪音图像 然后呢 我还需要一个啊 这不是一个真实 这应该是一个真实的一个数据 真实的数据啊 就是我们本身拿到手的 是一个真实数据吧 这两个数据啊 是我需要拿到手的 这是我的一个输入 嗯 没错啊 它就是这样一个矛盾体啊 这样的矛盾体最终一直盖下去 然后最终就可以表出来这样一个结果了 生成网络啊 就是把我的噪音图像进行一个生成 判别网络呢 两部分吧 一方面要判别真实图像 另一方面 我要判别一个生成的一个图像 我们也主要来看一下 就是我的一个目标函数了 这个目标函数 只要大家能把这个目标函数看懂啊 其实就把这个对方生成网络啊 它做了点什么事啊 你就理解了 然后呢 我们来第一步来看 对于生成的网络 就是我那个大致力网络 要使得生成的结果 通过判别网络为真 这句话再说一遍 大家这个比较绕嘴啊 我们生成的网络啊 生成的是一个假的吧 我是要生成这个假的 要判要骗过这个判别网络 所以说呢 我生成网络的一个结果啊 要通过这个判别网络的结果 并且呢 我希望它为真 那我来看一下 我这个生别模型 生成模型 损失还是怎么定义啊 首先外面是个log值啊 log值就是说 它是这个 咱们之前给大家画的那图像 就是说等于越近于零 它是一个越小的 越近于一 它是一个越大的 那这里呢 我们来看生成模型当中啊 我们希望什么啊 我们希望这个g啊 这个gz相对什么啊 这个gz是我生成出来的结果 生成出来的结果 通过我的第二啊 就是我这个判别网络 通过判别网络之后 我希望它的结果是 越近近于一 越好的吧 也就是说 让它为真啊 越近于一的时候 它只是越近于零的 然后呢 判别模型 我们要来看吧 判别模型 我们是不是说 它有两种输入啊 所以说两种输入 都得考虑进去 一个是第一 一个是第二 但是呢 这个第一和第二啊 它俩是共享一组权重参数的 就是我在输入的是两种参数啊 就是输入的是两种输入 但是两种输入啊 都是调节的 我是在一个网络 它们共享的是一组权重参数 不是第一 它是一组权重参数 第二又是一组 它们啊 就是这个大地网络 整体它就是一个网络 只不过说 它的输入啊 是有两种输入的 一方面 它是一个第一 另一方面啊 就是这个第一什么 第一是希望 我的一个真实数据啊 我的真实数据是什么 我真实数据 我希望把它预测成一个一 预测成一个真实的吧 所以说呢 我看看左边 它是一个DX DX里边 X就是我的一个真实数据 让我真实数据 通过第一之后 它的值是越接近于一 越好的 右边呢 是我的一个第二 第二里边是一个GZ吧 我的一个GZ里边 是我生成数据吧 我希望生成数据是什么 我希望生成数据 我们来看 我希望里边的值 是越接近于 就是里边值 越接近于 它的一个一 是越 里边值啊 它是越接近于 就是啊 我们希望里边值 它是越接近一 越好的吧 所以说我们上面 我希望我的一个第二 然后GZ 它的一个值 是约等于零才好呢 那怎么呢 约等于零呢 让它 让我的判别网络 判别出来 它的一个生成图像 它是一个假 它是一个零 这不就OK了吗 所以说啊 在这里啊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 判别模型 还有我的一个生成模型 这两个模型啊 就是我的一个目标函数 其实啊 就是围照着 我们上面的一句话 真是一 假是零啊 然后让它给它 判别出来 就可以了 这就是我想要的 一个目标函数 把目标函数啊 搞定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进行 一个优化了吧 然后呢 有了一个目标 有了一个目标函数 朝着这个目标 优化就可以了 其实呢 我们在解决一个 机器学义问题啊 只要你搞定了 我们要优化什么 那朝着这个方向去做 其实就不难了 我们来看 我首先要定义了 我的一个输入层 我的一个输入层啊 它是包含两种数据 一个是一个真实数据 另外的是一个噪音数据 真实数据啊 就是一个real 噪音数据 就是个noise 然后在这里呢 首先我还是用这种 placeholder的格式 给它指定出来了 有一个real imagine 还有一个noise imagine 然后分别啊 给它指定成 它的一个大小 然后这个大小 一会儿往里去传 一般啊 噪音这个大小 就是这个原始啊 这个对象生存网络 它论文 它指定的一个噪音图像的大小 是等于100的 然后真实图像的大小啊 就是根据你实际数据啊 你是多大 你到时候自己指定多大 一般啊 这个noise size 然后它是一个100的 你给它指定小点 其实也没多大关系啊 但是原始论文当中啊 它说指定的是一个100的 这是我的一个书层啊 只是给它做了 这样一个placeholder 实际上还没有去传这个值呢 然后写我的一个生存器 嗯 写我的一个生存器当中啊 然后我写了这样的一个函数 在我的这样的一个函数当中啊 就是我给它进行了一个命名 嗯 因为一会儿啊 咱们要进行一个参数更新 所以参数更新当中啊 我们可能用到一个东西 叫做一个reuse 咱们之前没说reuse啊 就是说要不要就是把你的一个参数 进行一个重新的一个利用 因为我们大地网络 咱们上来看 我们这个大地网络当中啊 是不是有一个第一还有一个第二啊 然后我刚才说了 第一和第二 它是共享一组权重参数的 所以说在判别模型当中啊 我们就要使用到啊 就是从利用它这组权重参数了 所以说又加上了这样一个reuse 但是在我们的一个生存器当中 只需要一个生存器就够了吧 所以说我生存器当中啊 它reuse是不需要的 给它执行成一个false值就可以了 然后呢 第一步啊 这边怎么去做的啊 生存器 首先啊 使用我的一个nose的imagine 我的一个 比如说100维的一个噪音图像 然后呢 给它转换成我的一个隐层吧 隐层当中啊 你可以自己指定你的一个隐层的一个 神经元的一个个数啊 这些我们都可以自己指定 64啊 128啊 这些值都是比较常见的 然后呢 我们指定完一个隐层之后 我们一个基本神经网络 是不是要加上咱们的一个软路函数啊 但是呢 原来咱们软路函数是什么啊 max0到x吧 在这里啊 我们又就是这个原始的一个论文当中啊 就是还有那个dc这些人当中啊 它都使用的是这样一个 liq的一个软路 这个软路的意思啊 就是把我们的一个公式啊 稍微变化了一些 左边啊 它就不是一个max0到x了 而是它的一个alpha 乘上我中间这个值 一般这个alpha 我让它一个值是非常小的一个值 相当于是 我们把这个软路纠换数啊 做了一个变形体 然后在现在的一些 GN的一些变形体 比如说一会我们要说的 有一个叫做 深度卷积的一个GN 那篇论文当中 就明确提出来了 当我们把这个机构函数 改成这样的一种形式 用一个alpha值 乘上我们这个中间隐层的结果 效果要比之前好一些 这个是通过它的一个实验结果 得出来的 那我们也是按照论文当中啊 一个明确思路啊 去写这样一个代码 然后做了这样一个软路的结果函数 然后呢 还有这样的一个jobout jobout就是跟我们之前说的是一样的 添加这样一个jobout的层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我最终的一个全链接层 全链接层 我有一个输出的维度吧 比如说你想输出的一个是一个28 乘以28的再乘以1的 那你把维度最终写好 所以说啊 这是我的一个输出层 输出层之后啊 然后我们还可以再连上最终的一个弹性的值 把我所有的值啊 压缩到一个-1到1的一个区间上 最终啊 把我的一个结果啊 这次回去就可以了 然后logis是我一个得分值 这个是我最终的一个输出值 这就是我的一个生成器啊 生成器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生成器啊 就是用我们最基本的一种网络格式 就是我们传统的生成网络 把这个输入啊 连上了一层一层 然后再连上咱们的一个输出层啊 就完事了 非常简单的一个生成器 判别器 哎呀 判别器由于这块 其实啊 只要大家知道这点可以 我们判别器要使用两次 为什么要使用两次啊 因为它有两种不同的输入吧 一次一种输入啊 是我生成器的输入 另一种输入呢 是真实的一个输入 所以说啊 这里我们有两种的一个输入 那在这里我们来看 就是我们来主要把这块 对右次 就是我们第一次输入的时候 我们是直接这样一个定义 然后第二次再通 再调这个判别器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把这个reuse啊 给它写成一个处值 就是说 嗯 判别器在两种不同的输入下 它是共享了一组网络啊 它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呢 中间啊 它有这样的啊 跟我们之前的一个结构啊 都是差不多的 其实啊 就是非常简单啊 咱们就就是 加上了咱们一层中间的一个紧层 非常简单的一个生成器 非常简单的一个判别器 这个网络模型啊 大家迭代起来速度应该是比较快的 就是给大家的一个网络结构 还是一个非常简单的 其实正常情况下 它原始论文的一个结构啊 比这个要复杂的多 但是为了让大家 咱们的一个CPU啊 也都能跑起来 咱们选择的这个网络结构啊 还都是非常简单的 咱们选择的这个网络结构啊 咱们选择的这个网络结构啊 咱们选择的这个网络结构啊